Mr.Ong,方便你一下自我介绍一下嘛 Hello,Ong Hello,Ong 这个老板 简单,非常很简单 又很单纯的一个小男生 很可爱咧,有没有很cute,你看他 Mr.Ong 他是这里的负责人 顺带一下,OK Mr.Ong,想问看 你从事这个水培技术 已经做了有多久了 我们开始到现在大概有四年 有四年了 可是Mr.Ong,听你说之前你是 工程师来的嘛 为什么好好一个工程师不做 你要来做这个呢 其实工程师还有在做这个 这个是业余啦 打发是更多的时间 哦,意思是说 鱼与熊掌 还是可以在一起的 你很贪心啊,两样你都要啊 赚到你扑门扑门啊 Mr.Ong,你可以跟我 帮我们说一下,或者是让我们更了解一下这些水培技术那些吗 还是你方便带我们去参观啊 走走看看一下 啊,可以啊,可以,去看看 这个就是我们的水培种植场 在这边这样多了 大概有几棵 保守估计大概有两三万棵 一棵 一块钱 两棵 两棵 两三万棵 不要去算啦 不要去算啦 我们自己知道就好了 然后这边大概有多少个品种 大概有六七个品种 六七个品种 哇有什么品种那么多 其实那些品种是不是每一次都在更换不一样的 可以这样说 可以这样说 然后跟着季节 跟着季节 哇这个看到很可爱叻 这个迷你迷你的叻 这个就是一部分的樱桃萝卜 这就是一部分的樱桃萝卜 这个是我们说的一次 樱桃萝卜 樱桃萝卜 我听过啦 萝卜 我知道啦 为什么你这样调皮啊 它好一个樱桃不种 萝卜不种 你要种樱桃萝卜 它是 好像樱桃这样子 这样大粒的樱桃 它是像樱桃这么大粒的樱桃 很可爱叻 它好像那些我们看到的那个 Ch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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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mato 这样子 哈哈 这个就是我们的樱桃萝卜 哦 掉下来了 这个樱桃 它最重要呢 就可以帮我们降血牙 然后子壳化痰 才读美容 而且最重要最重要的 它可以帮那些美女们啊 少女们啊 当然 小帅哥老帅哥 也是一样可以的 帮助我们剪脂 但是 Mr Lim 这些樱桃萝卜 它的刺法是怎样的 生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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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刺做沙拉 就可以了 诶 相信哦 如果我们加一点 抹菜下去 生菜下去 放一点 Cucumber 黄瓜 切片 上面撒一点 那个芝麻酱 呜 噓 分开喝 对 是吗 对 要我多少钱 18块 18块 持续18块 完了 嘿 这个又健康 又养生 而且还可以帮你这样吃的 这个你回家 如果你单纯的以为我们万生农场只有樱桃萝卜了 那你就错了 其实 我们这里还有很多蔬菜的品种 Mr Lim 现在你弄的这个是什么来的 芝麻菜 芝麻菜 然后它旁边的品种不一样了是吧 看起来 这是八大维亚 八大维亚 八大维亚 哦 要怎么弄我看你怎么还有八东西的 这个是它的根嘛 你拔出来咯 OK 好 这个比较稍微不黄的 我们就去掉 那么这个又去掉 去掉 OK OK 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进包装 它大致上是 多少呢 多少 额 多少颗或者是几重呢 我们进包装 一般上都是 两颗到三颗一包 差不多是 超过一百个 123克 哇超过一百个个感 哇 这个有그램画可以的吗 可以 wirklich 拆掉 拆掉我们拆掉 拆掉 是这样包 很漂亮 这样包 然后放彼此带 嗯 嗯 这个就是芝麻菜还有八道尾亚 刚才听Mr.Lin说 一包这边还有差不多二至三颗 重量大致上是在一百克以上 因为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有时候它的这些蔬菜这些 你知道啦 这个东西它不是plastic吗 对不对 不是 machine 做出来的吗 一定会有大颗会有小颗 有时候小颗的时候就三颗 大颗的时候就两颗 但是它的重量确实是在一百克以上 而且只需要卖七块钱 七块钱啊 天然 农药 吃得你安心丢健康 嘿嘿 樱桃萝卜太可爱了 只要巧妙和适当的运用现代的科技 原来马来西亚也可以种植这么特别的櫻桃萝卜 还有还有你们有看到吗 冰城这一个水培种植基地 其实它们也有种植冰菜 而且在没有使用任何的农药的情况下 这些蔬菜长得一样健康 在没有使用农药下 当然蔬菜的味道会更鲜甜 更健康和安全 而且产量也是可观的哦 谢谢大家观赏北马搞怪团的啪啪照 记住我们不是Vlog 我们不是YouTuber 我们是北马搞怪团 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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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